曹夏依,余一鸣 曹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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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夏依,余一鸣又来了 曹夏依,余一鸣又来了 先说一下 警察和护士和消防员 似自己人多 就是欺凌一个受害者 逼他想救护车 监他去精神病院,去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看出什么症 百分之一百精神病 当然是吃毒品 精神分裂,喝酒 就说他有抑鬱症 跟着 孕婦就说他产后抑鬱 什么东西都来了 看出精神科 他都说你有精神病 我都问过那些人 个个都是被人冤枉的 那些护士 警察和消防 只要自己团结就是力量 人多 就是冤枉一个受害者 去欺凌他 去强奸他 这还是社会上的一种毒瘤 他们不是盘着自己的护士 特别是警察 他们护士也是 他们不是盘着自己的心意去处理一个事件 或者对待一个受害者 或者对待一个被害者 用爱心,用爱 去照顾他,关怀他 他们没有做到照顾 没有做到关怀 无论警察护士消防也好 就是想怎么一起欺凌一个受害者 令到他有精神病 或者令到他入监狱 一堆人想抬低一个人 他们的难度是零的 他们的合作性是无限的 警察追杀我 警察追杀我 但我不死 不死 知道原因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被警察追杀都不死 闪零零 知道这是什么 不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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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警察追杀都不死 你看,我说什么都不用坐牢就知道了 只有我一个可以说什么都不用坐牢 多个港字都要坐牢 过不过分 过分 警察屈不屈 警察屈 人多会不会欺凌你 人多会欺凌你 说回这个宿舍先 这个是精神病宿舍 这个是精神病宿舍 精神病宿舍的职员 全部人很团结的 去欺凌一个精神 单一的精神病患 将每个分离了 欺凌他们 要他们吃药 要他们有门禁 晚上回来 早上才可以出去 有门禁 否则通报给警察听 警察抓你进医院 警察就有电话追踪的 警察办什么案都好 是用电话追踪的 就是GPS 对GPS 通话记录 对通话记录 WhatsApp 计WhatsApp信息 他们全部都有了 所以 如果用电话的话 我就劝各位不要犯罪了 因为警察的电话 你的电话 即是警察的电话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们不用犯罪了 如果用电话的话 你们不用犯罪了 你们不用犯罪了 如果用电话的话 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有朋友都是做警察的 我就知道了 不过这个警察 这个不算机密 不是警察的机密 但没有警察会告诉你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看电话记录的 WhatsApp 通话 不是看是听 有看有听 总之 你的电话 即是警察的电话一模一样 你做东西 或者走天门 或者做犯法 用电话 你不用想了 说回这个宿舍 先 这个宿舍困住我在这里 分隔了我和老婆 我没得回去找我老婆 所以在澳门地区的警察 他不是澳门警察 他不是澳门警察 是警察 在澳门那里的警察 他也是钉我有罪 搞得我回不了去 我在潜逃 在潜水 钉我有罪 搞得我回不了去找我老婆 这里我问医生 刚刚在医院令 要两年住宿舍 两年之后再复检 我见这些人复检 百分之一百继续住宿舍 有些住了七年 有些住了十年 都回不了家 都见不到老婆 什么老婆都走了 等你两个月 对 警察很成功地分开了爱情 和打败了结婚 警察很成功地分开了爱情 和打败了结婚 这件事 警察完全不尊重爱情 人家回家找老婆 不行 家人那些不要管了 老婆是最伟大的了 照顾你生老病死 一切的东西 都有它操心和照顾 我先说老婆 不让你回家找老婆 一个人是不可以没有老婆的 也不可以没有老公的 爱情是最伟大的 结婚是最伟大的 我问你整个世界最伟大的情感是什么 是爱情 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 是结婚 是两个人一起生活 是两个人一起生活 是最伟大的 每个人都没有老婆 都没有家妇 人都有子女 我认识 没老婆 没家庭 没子女 警察害我 警察吃屎 警察害我 警察害我精神病 我越来越参会 有肚腩有痴肥 有糖尿病 很多东西 自从有精神科吃了这些药 有人重了20kg 以前66kg 现在86kg 不是以前63kg 现在83kg 20kg 肚腩 手臂 胸 肥膏都黏在这里 脚又没有 做护士区 自己人多 警察帮他 消防帮他 对着我这些 精神科病人 爬闻爬武 孤之则来废之则去 当我垃圾那样 做人 警察做人 有同情心 有爱心 我们做警察 有同情心 同理心 和爱心 去照顾 去照顾一个 受害人 这样才是 警察 不是照顾受害人 香港警察提一提 警察为何不是照顾 和保护一个受害人 而走去 犯法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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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捉他做什么呢 为何要捉犯法那些人 做人 要照顾一个受伤者 保护一个受害者 和弄死强奸犯 捉贼关于什么事 维护法纪有关于什么事 你们警察哪有守则 写着维护法纪 有没有警察搜册的 搜册里面 有没有写着维护法律 警察是做什么都可以的 他没有一个范围或者内容 整班围位置人多就可以了 做什么都可以的 警察 这间宿舍分隔了我的爱情 都年多两年了 还不肯放我走 不知道是搞什么 不知道警察和医生和宿舍在职员搞什么 一个人保持住 保持住在爱情的状态之下 在有自己尊严生活的状态之下 吃药粥没有尊严 有人问你多少粒 你回答他三粒半 或者吃三粒半样 有人问你多少粒 一切多没尊严 吃药粥生活 警察很厉害 写回我的file 说我精神病是精神病 要写回我的file 一起每次愈下愈中愈下 精神病我都没见过 那麽精神病 跌落在天井 踏死了 在马车路被车撞死了 精神病 他老母 哪有精神病 精神病 精神病你是给了钱 我 妈妈 看见你给了钱给人家 你老母精神病 给了钱 我相信他精神病 马车路走出去被车撞死 跌落在天井 跌死 我相信精神病 精神病 精神病 因为这些东西都没见过 老母 都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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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graphs 未见感谢 有些鬼 爱情是第一位,警察杀死了爱情,终结了爱情,等我离开了爱情的状态, 这间宿舍和护士在医生,有消防员的人,我会报仇,差医院明会报仇, 我会报仇,差医院明会报仇,只有食肆喝尿, 继谐信为止。 宿舍有些人经常监视我,偷看我的视频,没有经过同意,偷看我的视频, 有些人,又到处监视我,估计人家有没有做事,估计人家做什么, 锁门就锁门,怎么他们都没有照顾,又到处都锁门, 到处9点半,锁到下午4点,迟些说,现在锁到2点半, 锁门就锁门在银包电话里面,公仔银包电话里面, 不能拿银包电话出来,出街,出不了门就进不了门, 出来不能进去,锁门就锁门在银包电话证件里面, 锁门就锁门在银包电话证件里面,一早我拿几袋东西出来, 开门时我拿几袋东西进去,整个早餐就锁门了早餐在里面, 不说了,14分,不如说我经死,14分吧, 你会死吗?